黃色小鴨重返高雄愛河灣 吸引超過百萬觀光人次 締造超過十億元觀光產值 每天賞鴨人潮一批接著一批 看到黃色小鴨有沒有覺得很開心 很可愛 就跟之前小時候看的一模一樣 吃美食 看音樂中心 看小鴨 就是因為粉絲好熱情 也出動警察24小時的護鴨勤務 但就有員警在網路上抱怨了 督察主跟他們說 由於觀光局經費補助有限 一月二十九號開始不公餐 這讓他痛批市區警力 原本就很吃緊了 現在為了護鴨撒了一堆警力 就像是保全一樣 而且還沒公餐 難道要中途離港吃自己嗎 而消息一出民眾也幫警察打抱不平 好啦 可能是他們的工作 但是我覺得公餐也是要必要的嘛 或是人耶 我覺得不太好 因為他們來這邊也是很辛苦 實際觀察現場有不少警力輪流執勤 但被問到是否有便當可以吃呢 另外配合展出的金瓜閃閃燈光秀也被居民批評 說快半夜十二點還在閃 對此市府也回應了 當時是在做燈光測試 現在已經測試完畢 十點半之後就不再燈光閃閃 華視新聞參謀局林玉哲高雄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